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海力士的硬盘 虽然海力士在我这里是经常翻车的 但做这一行的总要跟各路硬盘打交道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鞋的道理吗 这些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虽然我不爱海力士 但是可以从它修理的过程中获得不少心得体会 积累给下次使用 硬盘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做过检查 当时这名机主问道 准确来说应该不叫机主 可能是一名维修电脑的同行吧 当时他问我能不能保留这个外观的同时 也就是这个贴纸 给他把这个资料恢复出来 好让他去走官方至宝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包得严严实实 我先快速检查了一遍 又是一个不出信号的状态 然后我回复对方说硬盘我检查完了 因为这个患者穿着衣服 我无法对他进行全身体检 只能给他进行基本的把脉操作 所以请留下地址退回 过了一会对方又回复 现在可以对他进行全身体检了 但是这个外套嘛 检查完以后要记得再穿回去 如果资料能恢复的情况下 他就不考虑自保了 说这句话我感觉很慌啊 万一检查完以后不行的话 厂家又给他拒保了 我会不会被这名机主要求索赔啊 检查了一下 我发现是主控旁边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拔掉这一个短路的电容以后 还他妈的有问题 现在这一个盘的上电电流是只有0.35左右的 这一个盘是海力士的PC801 正常的电流应该在0.50.6左右的 然后我给对方下达了病危通知 我说这一个盘它是带黑胶的 恢复机会可能不高 刚准备好给这一个盘整理一容 毕竟正常谁会无缘无故在上面打黑胶嘛 除了一些想得不敢想的品牌 而且像这一些硬盘用在那个品牌的机器上 大概率会带bitlock加密 这也是我不希望见到的 但客户那边还是希望我可以尽力抢救一下 因为我经常吃海力士的亏 所以我也毫不掩饰的回复了对方 我说这个机会可能不高 如果要尝试的话 看一下客户愿不愿意提供配件了 配件拆完以后硬盘也不能正常使用 话刚说完配件就到了我的手上 而且客户那边给我带来的这两个配件 他也是打黑胶的 看到没有 带黑胶的这一个我是搞不动啊 这不是提高成功率 而是提高失败率 还是联系一下客户那边能不能退货好了 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又过了几天 理想中的料板我已经搞到了 海力士的盘分好几种 黑色的这种板子百分百是带黑胶的 绿色这一种有一部分是不带黑胶的 或者是主控四周带那么一点 这个我看过了 主控都是没带的 现在就到了最艰难的除胶环节 我们先把这几个颗粒还有主控给它拆下来 我们先把这几个颗粒的颗粒 刚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它原来的主控给它重置好了 现在也只能死马当火马一了 咱们先把这个主控安装上去测试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短路 现在我是得了主控恐惧症了 因为最近遇到的盘一大堆都是坏这个主控的 如果它原来的主控没有挂 那就继续进行下一步颗粒移植操作 现在我们先上电检测一下 正常情况下只有主控的板子 它的电流应该会在0.2左右的 好的 这个电流看似正常 咱们再把颗粒给它装上来 现在我们来连击检测一下 好的 硬盘已经轻松识别出来了 靠 这个分区 果芽是有加密的 右上角这里还会要求你输入这一个恢复密钥 现在这个情况是患者已经治好了 不过它里面的数据被加密了 这个加密一般是机器上面自带的TPM加密 如果没有恢复密钥的情况下 那这一个资料依旧是无解的 先让我询问一下对方吧 刚才我已经跟对方沟通过了 得出的结论就是 微网账号上面是找到了一个恢复密钥 不过这个密钥输进去以后是提示错误的 因此不排除它后面是做了一些系统安全性更新 导致它的密钥发生了变化 另外它原来的机器上面是重装过系统的 所以我感觉今天这一个单子肯定又要黄了 没有重装过系统的情况下 硬盘直接插回去开机就可以了 密钥的不用输 重装过有大概率会直接开机进到密钥输入的界面的 因为电脑重装系统的时候会导致原有的密钥被重制掉 这个过程用户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是无感的 但万一哪一天硬件发生问题了 它就是数据杀手 好比如说你的电脑主板坏了 正常思维就是拆下硬盘 装到其他机器上面去识别 可是这一个硬盘加了密 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你的数据是会跟着一起丢失的 之前有网友问我我的电脑都没有设置这一种加密 甚至开机密码都没有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界面 理由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些了 反正我不知道厂商是怎么想的 并不是所有用户都需要这么高等级加密的 有需求的可能也就那1%左右 但是我相信那部分有需求的用户肯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一个密钥保存好的 我个人觉得厂商还是应该把加密的决定权留给消费者 开启加密的时候应该询问用户是否同意 而不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加上 如果一定要加也可以换一个比较友好的方式嘛 好比如说提醒一下用户你的密钥没有备份 不然这跟勒索病毒有什么区别嘛 现在这一块盘我只能克隆到一块新的硬盘上 让客户那边插回原来的机器上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大概率是会黄大 所以目前我也不敢收他的维修费用